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要挑战性地探讨一下卡玛拉 哈里斯副总统的最新决定 选择极左派的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 沃尔兹作为他2024年的竞选搭档 这一举动引起了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JD 范斯的强烈批评 认为这显示出哈里斯屈服于极左势力 并质疑他能否升任总统职务 范斯更进一步指责哈里斯党内的反游分子 影响了这一选择 并呼吁不要以种族背景来选择竞选搭档 这一系列事件究竟意味着什么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今天在我们的特别节目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一则 来自福克斯新闻的引人注目的报道 这篇报道讨论了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在选择2024年竞选搭档时的决定 以及这一决定在政界引起的争议和不同解读 根据福克斯新闻的报道 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J.D.范斯 对卡玛拉·哈里斯选择明尼苏达州 州长蒂姆·沃尔兹 作为他的2024年竞选搭档表示了强烈反对 范斯在接受汉尼提节目的采访时程 沃尔兹是一位极左派的州长 并认为这一选择反映了哈里斯的糟糕判断力 不足以胜任美国总统的角色 范斯进一步指责哈里斯屈服于党内的极左激进分子 忽视了美国人民的真正诉求 称这是他的可耻时刻 范斯特别提到 相较于沃尔兹 原本有望成为哈里斯竞选搭档的 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乔什·夏皮罗 因为他的亲以色列立场 而受到了进步派的批评 范斯认为 哈里斯选择沃尔兹而非夏皮罗 是因为党内存在反游情绪的推动作用 这昭示了党内对种族和背景的敏感性 而非候选人的真正能力和领导力 然而 哈里斯的一位助手 对此观点予以了驳斥 称夏皮罗因进步派和反以色列活动家的批评 而被排除的说法是荒谬的和冒犯的 该官员表示 夏皮罗是一位出色的领导者 并且几乎被选中 事实上 在哈里斯和沃尔兹首次共同亮相的 费城竞选集会上 夏皮罗发表了一篇激动人心的演讲 显示出他仍然是党内的重要人物 范斯进一步评论到 副总统候选人的选择 不应该基于他们的种族背景 并称这种做法是深刻的反美行为 他指出 党内许多领导人和基层活动家认为 不应选择夏皮罗 因为他是犹太人 这种观点是荒谬的 并在任何政党中都是不可接受的 通过这一报道 我们可以看出 此次竞选搭档 选择背后的复杂政治博弈 首先 选择竞选搭档的过程 显然不仅仅是基于个人能力和政治经验 还涉及党内各派系的权衡和妥协 卡玛拉·哈里斯 选择沃尔兹可能是为了平衡党内 左翼进步派的影响力 而非仅仅是基于个别候选人的个人背景或立场 从另一个角度看 这一决定也反映了当下美国政坛的深刻分裂 范斯的批评不仅是对哈里斯个人的攻击 更是对整个民主党内左翼势力影响力的质疑 范斯的言辞强调了共和党对民主党内部分派系的担忧 尤其是对那些被认为过于激进的左翼政策的警惕 同时 哈里斯助手的反驳表明 民主党内部对这一指责并不认同 并试图澄清党内在种族和宗教问题上的立场 这种内部的对话和争论 实际上反映了美国政治环境中 顽固存在的种族和宗教敏感性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 副总统竞选搭档的选择 一直是美国总统选举中的一个重要策略性决定 意在吸引更多选民的支持和增强竞选团队的整体竞争力 然而 这一选择也常常暴露出党内的分歧和内部矛盾 哈里斯选择沃尔兹而非夏皮罗 可能是为了在某些关键州获得更多选票 或者是为了回应党内某些势力的诉求 不论这些势力属于激进左翼还是其他派系 总的来说 卡玛拉哈里斯选择蒂姆沃尔兹作为2024年竞选搭档的决定 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下美国政治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无论是党内派系斗争 还是对种族和宗教背景的敏感性 都是美国选民在未来选举中需要面对和思考的重要议题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特别节目 我们将继续深入探索这一事件及其背后的复杂背景 期待您的关注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卡玛拉哈里斯选择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 作为他的2024年竞选搭档 引发了政治争议 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J.D.范斯在Fox News节目《汉尼提》中对此选择进行了批评认为这显示了哈里斯屈从于民主党内的极左势力 蒂姆·沃尔兹 是明尼苏达州的州长 有着深厚的政治背景和经验 曾经是一名高中橄榄球教练 范斯将沃尔兹形容为极左派 并批评哈里斯选择他作为竞选搭档 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决定 反映了他缺乏领导能力 范斯认为这一选择表明哈里斯更关心党内极左激进分子的意见 而不是美国人民的想法 相比之下 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乔什、夏皮罗、Josh Shapiro 被认为是一个更为温和的选择 但却未能成为哈里斯的竞选搭档 范斯指出夏皮罗因其亲以色列立场和大学时期撰写的一篇 批评巴勒斯坦人的专栏文章而受到进步派的批评 这些进步派认为他过于战斗心态 不适合建立和平环境 范斯进一步指责哈里斯的决定 可能是受到了党内反游分子的影响 这是一种反美行为 尽管有这些批评 哈里斯的一位助手否认了夏皮罗因进步派和反以色列活动家的批评 而被排除的说法 称这些想法是荒谬的和 绝对荒唐和冒犯的 该助手表示 夏皮罗是一位出色的领导者 他差点被选中 夏皮罗也在哈里斯和沃尔兹首次共同亮相的费城竞选集会上 发表了一篇激动人心的演讲 显示出他对哈里斯竞选活动的支持 范斯对哈里斯选择竞选搭档的标准提出了质疑 认为不应该根据种族背景来选择副总统候选人 他呼吁民主党内部反思 并强调这种基于种族背景的选择标准 是一种深刻的反美行为 范斯还指出 许多民主党基层活动家和领导人反对夏皮罗 是因为他是犹太人 这种态度对任何政党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 总的来说 这一事件揭示了美国政治内部的复杂性和分歧 哈里斯的选择反映了他在党内不同势力之间寻求平衡的挑战 而范斯的批评则展示了共和党对民主党内部动态的关注和利用 这一争议可能会在未来的竞选活动中引发更多讨论和辩论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称卡玛拉哈里斯选择蒂姆 沃尔兹为他的竞选搭档 是向极左屈服的说法纯粹是无稽之谈 首先 沃尔兹并不是什么极左派 他是一位务实的州长 曾在明尼苏达州推动了一系列 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政策 他的经历和成就让他成为一个可信赖的伙伴 而不是什么极左阴谋的一部分 楚天书 你的说法真的是太天真了 选择沃尔兹 就是哈里斯向极左派低头的证明 你提到的那些经济和社会福利政策 其实都是在强制向中产阶级和富人加税 这样的行为根本就是极左派的标志 而且 选择一位前高中橄榄球教练作为竞选搭档 这不是在开玩笑吗 明显是对政治经验的轻视 谢琪琪 看来你对沃尔兹的经历还不够了解 他不仅仅是一位橄榄球教练 他还是美国国会的前成员 在国会任职期间 他在许多重要的立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此外 加税政策也不是极左的标志 而是必要的财政手段 以确保公共服务的运行 说他极左 只是为了挑动情绪缺乏实质依据 楚天书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你说的那些成就 其实不过是为了掩饰他的极左立场 他在国会期间支持的那些法案 大部分都是偏向于政府干预 限制自由市场的政策 而且 选择沃尔兹而不是夏皮罗 难道真的没有任何政治意图吗 这样的选择明显 是在回应党内极左势力的压力 否则为什么不选那为更有经验 更有国际视野的夏皮罗呢 谢奇奇 说实话 你的逻辑漏洞百出 选择沃尔兹反映了哈里斯 希望找到一个更加本地化 接地气的伙伴 而不是什么政治阴谋 至于夏皮罗 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领导者 没有选中 他并不意味着他被排除在外 而只是战略考量 再说了 什么时候政党内部的讨论 变成了极左派的阴谋呢 这样的指控太过草率 和无根据了 楚天书 这样的辩解听起来 真是有点搞笑 所谓的本地化和接地气 只是掩饰自己选择不当的借口 事实上 夏皮罗因为他坚定的立场 和他过去的言论 而遭到了极左派的排挤 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无论你怎么辩解 选择沃尔兹都显示了 哈里斯无法抵抗党内极左势力的压力 这对于一个副总统候选人来说是致命的弱点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